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喜欢改戏 曾经也写过戏 在乾隆皇帝过80岁大寿的时候 他说我要把全中国各地最好的戏曲艺人 名角 好的戏曲班社都请到北京城来 大家一块热闹热闹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把这个消息发散出去 传出去了 这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由徽商出资新办的戏曲班社 纷纷的来到了北京城 那这当中就有四个非常著名的班子 是称四大徽班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三庆班 和春班 四喜班 春台班 当然这些班子里不仅仅是唱徽剧 也有唱昆曲的 有唱汉剧的 很多很多的剧种都在这个班子里面 这乾隆皇帝从早晨看到下午 那是不亦乐乎 那后来呢 全国各地去到北京 给乾隆爷庆生唱戏的戏班呢 他们就觉得在北京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有很多可以融合借鉴的机会 而且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所以大家就留在了北京城 从徽班进京 给乾隆庆生这个事情 一直到后来逐渐形成京剧 这当中大概经历了六七十年的时间 所以京剧真正的形成是在道光年间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 伟大的发明创造 总是会基于一个非常良好的发新 而一个萌芽要长成参天大树 需要土壤和阳光 阳光就是政策 那现在呢我们传承京剧 阳光有了 土壤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 就是你们的一键三连咯 当时京剧形成初期 那时候最主流的戏曲是什么呢 是昆曲 大家知道昆曲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而在那个时候啊 昆曲已然已经成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 比较相对小众的一些人最喜欢的 追捧的 把玩的这么一个剧种 那对于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来说 北京城里就掀起了一个喜好新声的潮流 什么叫新声呢 也就是除了昆曲以外的其他的声音 其他的表演形式 那时候除了昆曲以外的其他剧种 都叫做乱谈 那么京剧呢 最初就属于乱谈的之一 很多人觉得京剧不伦不类 甚至是数典忘足 他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不认识 它到底是什么呢 融合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其他的剧种 为自己所用 那当然京剧形成的过程当中 有昆曲 琴枪 邦子 灰调 汉剧等等 都为京剧的形成奠定过重要的基础 而京剧在初创到形成的 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当中 后来自成一体 形成了新的剧种 从不伦不类到自成一派 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 京剧其实才是跨界创新的鼻祖 从京剧形成一直到发展 到壮大 这过程当中它有过很多的名字 刚才说到乱谈 后来京剧呢也叫皮黄 为什么叫皮黄呢 它的两大声腔体系 一个叫西皮 一个叫二黄 所以称之为皮黄 到了光绪年间 有一个北京的 以谭新培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戏曲班子 其实已经是皮黄班了 到上海来演出 上海的媒体申报 和上海的观众 觉得这个班子演的戏非常好看 也很好听 绝呢又亮丽 玩意儿又好 但是他们演的戏从来没有人看过 所以把北京来的这个班子 演的戏定名为京剧 从这个历史的发展来说呢 京剧是在北京形成 在上海定名 好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咱们评论区接着聊 咱们评论区接着聊 咱们评论区接着聊